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回答家庭观众的电话之前 亦都想和你看看大市方面 暂时看到就是升85点 报复23876点 大市成交超过159亿 短期走势怎么看 暂时的市短期仍然好 大伙一个问题就是在24000 究竟能不能短期突破得到 假设可以站得上24000 我相信12月中前段来说 仍然有机会去市上24500点 唯一一个关键就是24000 而下面来说 比较大的支持 看回23500左右 只要这一阵就算升不起也好 只要不跌穿23500以下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而且你也说一句好一点 就开始这些事情 又见得成交又大一点 所以在成交继续大的时候 我暂时对那次看法都乐观 但我觉得也是那句 短期升那么多的时候 我相信短期仍然在这些 大概24000附近 叫做拉锯住先 未必一句就可以升得破了 好啊 MARFIA不如马上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陈小姐 陈小姐 陈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想问一下网笼 12000买回来的 多少 16元2元买回来 我认为他昨天出业绩 看起来之前也不是太差 我有收过他业绩的 又赚过他几万元 就是他很信心的 但是他业绩 都不是说认真很差 他一跌得很厉害 我应该立刻来尝 好啊好啊 先跟大家跟进网笼那方面 业绩的情况 看见第三季纯利环比债跌了2.2 最新的股价债报15.52 跌超过6% 其实看股价走势方面 似乎在特别适合的憧憬之后 股价一直走得一样 家庭观众应该如何处处 的确是 以网笼来计 16元2毫买 我想刚才听口吻 应该是早一两天买 纯粹想博这个业绩 的确同意一点 以分中期业绩来说 是挺不错的 当时都增长了1.3倍的顺利 但去到今次第三季业绩 虽然大数上看 夹了头三季来说 都依然顺利 按年升约七成 好像都依然很不错 但刚才看得到一点 如果只凭按季来比较 特别是第三季来说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远一点 一来就只是以分第三季来说 按年来比 即是今年第三季和去年第三季比 都只是轻轻多赚百分之二都不到 即是两百分之二 赚九千七百多万 如果以按季度比较 特别是第二季和第三季 和刚刚第二季比较 更加倒到两成 这一季来说 其实网龙的表现 一个是比较讯息一点 所以变成今天这个价格 其实我觉得是根本业绩走 而且以网龙来说 其实到这一刻来说 之前大家都知道 不断炒高的主因 就是那个旗下九十一无线 卖出去的主因 而且炒得特别适 随着这一刻 卖出去 特别适也过了随正 即是变成 以网龙这一刻自身来看 其实特别是内女的业务来说 可以这样说 比较大胆一点 这样说 其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即是变成 我觉得投资价值来说 其实不算太高 所以变成 其实这一刻买下去 纯粹拨过业绩 假设这一刻看拨不到的时候 其实如果以短线角度看 开始会否考虑去减一减磅都可以 但如果这样说 是否现在立即走 我觉得又未必需要那么急 因为虽然今早开出来 就不是太好的 下过15.04 但是慢慢开始跌幅 又收窄了少少 所以看看 比如下午的时间 究竟能不能上大约15.5楼上先 如果可以站上去 那变相我都可以稍微持有多一会儿 例如下个星期回来看看怎么样 假设今天之内 都不能够站在15.5楼上 而你又很心急 想去减一减磅 走一走货先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减一减先 但是暂时 如果反过来 有没有太大的上半性 我觉得暂时 就算有得升得好 去到18元左右 我相信阻力都会比较明显些 好啊 陈小姐得不得 还有其他股份上闻 还有180 有没有货的 180是 是9个8买回来的 嗯 好啊 应该怎样 好啊 白例国际方面 今天就暂时做9个51 暂时 股价都是靠找家庭观众 就在9个8买入 这个白例方面的前景 你又怎样看呢 是阿肥 以8例来说 暂时基本面 我觉得都仍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以过去这几个季度也好 或者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记得到 8例出的一些数据 就是无论每个季度 譬如一些鞋类的童调销售 或者一个表演来看 都仍不是理想的 变相 我觉得如果以这些因素去推敲的时候 其实虽然价格很低撑 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性呢 我都觉得仍是有些保留在这里 所以变相我觉得价格未必太弹得起 但是唯一一个好处就是 幸好家园公众你的买入价就是9个8度 也在短低位才去捞货 不算是很早之前买下 所以仍仍可以稍微看一看 因为如果以9个8度买 现在都是9个半左右 亏损大概3毛指左右 即是百分比上看 都可能大概2-3%左右 这边说仍仍可以稍微看一看 但是如果安全一点来去到看的时候 或者要去到订单位置的时候 下面以近期低位 9个3毛4 因为这个环境区的底部位 做止蟀位 如果假设这一层 再慢慢穿下去的时候 很明显一句 如果这些环境区再打穿的话 有机会再下试 可能是9个3毛4 或者9个3 做回这一层止蟀位 因为就算你以9个8度 比较和9个3 都是5毛指左右 大概一成都未到 我都可以稍微看一看这位置 做回短期止蟀位 只要不穿的 看有没有机会打上去 慢慢试大约10.5 留上水平做短期目标价 好 陈小姐 还有没有其他股份想问 没有 Mafia 多谢你的电话 Mafia 不如现在跟进一下 一个今天表现得比较好的版块方面 就是航运股方面 暂时见到266 中海集运升超过3% 1919中国远洋也是升超过3% 至于中海发展和太平洋航运 都是升超过4% 见到都有相关的利好消息方面 就是这个矿业巨头力托就表示 澳洲的铁矿石产量 将会提升两成半 也见到航运业的指标方面 波罗的海干产货运货运费指数 昨晚就急升了9.3% 之前见到这个版块的走势 相对都比较落后 未来可否做得好些 我觉得短期有望是做得好些 因为以传统的航运业来说 虽然不断过往大家都知面对的问题 就是过去这一两年面对的问题 比较严重 因为船的使用性不足 可能很多船都至少停在 或者那些差异过程的问题不断存在 形成整个航运业 其实过往做得比较差 甚至跟着经济的发展去看 而过去这两年来计算 欧美两边之前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整个航运业的确受了很久的打击 但到这一刻来计算 我觉得的确可以叫沙拉踢好一点 因为从几个因素去看 一来就好像刚才说到的 以整个行业最大的指数指标 波罗的海干产货指数 BDI 虽然未必每个行业都会看这个指数 但很多时这个指数一抽 其实整个板块都会更升 所以很多时大家都看这个指数 而这个指数的确在昨晚来计算 都升了百分之九 甚至以近期来说 其实由低位都叫慢慢会升不少 而很多时都说 这些BDI指数 就是所谓运费指数 就是所谓运费指数 等等来计算都有一个上升的看法 意味着整个行业的需求 有机会会暖化 这些当然是好一点 所以变相令到整个行业 这一段时间 或者我觉得慢慢 都仍然有过 所谓追落后的现象 这当然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刚才所谓力托 也有些指标性的言论出来 虽然力托不是说 航运业事 它本身做一些铁礦石相关的业务 但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铁礦石要去到用的时候 之前都需要经过航运去运送 所以变相 如果假设它们都要拿多些量 或者用多些铁礦石的时候 就是意味着运货的量 都要多反 自然对航运的需求 也有一个回忍 所以只要这些行业的巨头 可能有些比较实在一点的言论 说出来的时候 都对整个航运业的回忍性 是会比较明显 所以这两个指标之下 的确令到航运股 我觉得这一阵 是会看好一点 而且最后一点 就很关乎国内方面的情况 因为其实你见到 近期自从三方全会之后 国内有些政策 有些方向 给大家见到 就是很帮助到 国内方面的一些 航运企业 船的企业 或者港澳企业等等 有哪几个方向见到呢 譬如之前你计 刚才都开始说到的 就是整个航运业 面对最大的问题 之前就是 运力过剩的问题 很多船 之前早几年是不断交付 不断做出来 但做完出来之后 刚巧配合了 经济不行 认识很多船都用不到 扔在港口里面 荒废了 需要形成运力过剩的问题 但随着之前 记得到 国务院方面 都公布了一些政策 是叫做 给一些补贴 一些船企 可能要帮助他们 做一个拆船的补贴 或者给钱 帮助船做一个升级转型 去到目的就是想用船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来看 慢慢 我相信整个航运业 或者整个造船业来看 都有一个明确的舒缓性 这当然是第一点 国内的政策 而第二件来说 也是关于其他 叫做国内的方向 因为以最新来计 国内的部长都开始说到 其实随着航运业 这么低迷之后 其实很多国内 所谓交通运输部 的一个特别水运局方面的局长 其实在近期一些会议里面 都重点想去加快 整个航运业的改革 可能透过不同的情况 去帮一帮他们 将整个航运业 发展到所谓的一个 就是国家战略的沉面 可能简单来说 一来就優化些港口 将港口升级 吸引更加不同的船 可以停泊在港口里面 例如这些游轮 即不是传统 只是航运的一些船 就是想整个行业 慢慢发展 被奉扑上来 所以你会记得到 其实很多 当然这些方向 是比较长线一点 真是说真一句 不是即时搞定 或者是做好了 始终你要做下去 都需要时间配合 但起码记得到就是方向 其实慢慢都会明朗化 也刺引证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内地对很多不同行业 都是公平可以这样说 可能过去几年是弱的时候 慢慢又会有些政策 叫做帮回它来 如果以个案来说 有些行业是缝没的 又会有些政策叫加班金管 压回它来 就是想每个行业都拉回平衡 所以你会慢慢记得到 随着刚才所说 就是过去这几个年度来计 行运业做得那么差 或者是弱了那么久的时候 慢慢都真的看到 其实国内的政策 是会出来 想帮助整个行业 虽然无论国内的配合 国外的情况 慢慢经济回暖等因素之下 亦都做得好的时候 我相信整个行运版来计 其实在未来十二月份 又好或者下年年初 第一季都好 其实我觉得都依然有过 追下去或者追到后延组出现了 是的 Raffia 基本面方面 你都可能看得相当不错 不过都想问你 就是记得之前有个比较不明朗的因素 就是见到中海集团和中原系的一些高层 就是被调查的 见到之前的股价都一直受到拖累 都想问你 这个因素方面 会不会其实对公司方面的 营运的情况有多大影响 股价未来又会不会 可能继续有个受到拖累的情况 如果说到这一点来计 当然你说有高层去调查或者被查的时候 那一刻大家都记得的 无论中原系好 中海系也好 第二天回来的确是股价 就算不跌得太深也好 都起码会受压 起码弱一点点 的确这一点是无可可认的 但是这样说真具 高层的调查 你说大家叫做 厌不厌得到 其实说是比较难估的 所以变成这些风险 其实我相信每个行业 或者每个股份 都有机会存在 所以是不是真的对航运股 因为这件事看得比较淡一点 我觉得又未必是 而且我觉得一点 譬如中原系或者中海系也好 虽然过去这几年是比较弱 但以他们的规模来说 绝对都是国内比较大的 规模的企业 所以都是那句 这么大规模的企业 我相信一点 就不会只负负两个人 就会左右到整个公司的运作 所以就算在这一刻来计 有这样的调查也好 影响性我觉得比较短暂一点 但是暂时中线来看 影响性未必太多 好,Rafia不如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麦小姐 麦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问你今晚 云游484 跌了这么多 跌到差不多是招股价 其实可不可以买入 好啊 未有的 好啊 未有货的家庭观众 看看484云游控股方面 看到暂时股价52.85 今天就偏远的位置 看到股价在挂牌之后 就一度冲高去到72元楼上的位置 不过现在的回落幅度 都累积了相当之多 是否入货的时机 这样说 如果以云游来计 其实当时上市那一刻 完全都是一个炒作性为主 因为当时的事业比较好一点 配合新股 而且都是科网、网游的概念 自然地炒起 但当然以云游本身的实质基本面来说 其实就叫做一般般 就是中规中矩 好又未必说得住 但差我觉得不是太差 但去到这一刻 大约8月半左右 距离招禁51元左右 的确是比较近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去拼短线 看看有没有反弹 我觉得你试一试一注 都可以 但是定定止止涉位 放在大概 招呼价 五十二百五元左右 其实五十二百五元和五十一元 差一个多年人 其实以百分比上真的很少 以这么大价的股份来说 我觉得你肯定五十一元走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回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这一层捱完之后 而刚好如果可以收到五十一元 流上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短期 可以达到大概五十八元左右 做回这一层的目标价 多谢麦小姐你的电话 听到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张小姐 张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想问一二零八 不知道可以上到什么价位 我有货的 之前多少钱买入 我买入价是一元八豪六 好啊 暂时见到和现价差不多 今天就是五抗资源 一个八豪三的位置 暂时股价跌不够百分之一 之前的股价好像跌得挺残没 目标价又可以放在哪 如果以五抗资源来计 的确之前那一阵 例如过去大半年来说 是走得比较弱的 但近期价格一两下 曾经上回大概过九这边的位置 但好幸好你都在低位置附近买一元八六六 现在都是大概三格左右的亏损 我觉得变相依然是 可以叫稍微握住 唯一一个大位 就看看下面会不会跌穿 不穿的 我觉得都依然不需要这么急走 所谓的大位大概一元七五半 刚刚就是这几条线的一个回序点 也都之前突破上来的一个之前的环区域 一七半 如果短期穿一个七五半 才考虑去到指示 可以减一减帮你一里抢 如果不穿的 看有没有机会 在依然力守着这个位置之下 可以短期试下 两元留上的水平 做什么目标价 好 谢谢张小姐你的电话 Raphia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做个申报 刚才说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 谢谢你 我们先休息一会 一会儿回来 继续有问答的环节 郭sir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大家打来204-6566 稍后回来再谈